今天來開個箱 這是一台摩托機 聽說設計是蠻巧妙的 來看一下 這一個呢 其實是設計師本人寄給我的 目前我們是沒有賣的 如果開箱發現真的很厲害 那我們就考慮了 幫大家訂一點 如果很好的話 哎呦超過你的想像 哦不不超過我的想像 保麗龍裡面是 哇傻眼傻眼 哇靠 這個有強大哦 哦 有沒有 哇這設計感真的厲害耶 聽他講 是可以做 手沖也可以做濃縮的 哎!長這樣啊 隔板 我把 這是他的刷子啦 這樣啊 哇 我天啊 本體來了齁 他說他的設計呢 基本上是參考那個攝影機的鏡頭 變焦環的概念 這樣 等一下 哇塞 呵呵呵 這樣 哇我天啊 好美哦 他這個你看到好幾個 他可以調利弊長度嘛 你要省力一點 那就長一點 效率高一點 你就短一點 好 我們先把它調成 省力一點 我們很懶吧 對不對 是 我天啊 好 好 呵呵呵呵 太厲害了 很厲害很厲害 質感一等一 那但是他如果味道不好 我們就算了 對不對 然後調整刻度嘛 你聽一下他調整刻度的聲音 攝影師手都是這樣調 顆粒顆粒的 總共有90個 我們先做手沖 手沖是他建議是50到75 50到75中間是68 哇這個這個 調整的爽度也太強大了吧 我們來磨個肯亞 淺陪的 試試看 豆沖呢 是可以放大概30克的 我們先過一點 厲害 厲害厲害 真的 真的真的厲害 非常強大 非常強大 我們先磨一點就好 等一下來 來做一個正式的 我順便拿個綠片 好哦 哦哦 誒 好哦 這個靜電效應大嗎 看一下 嗯 有一些 做個手沖 剛剛已經磨出來一些了嘛 太舒服了 好 我們來倒30克的豆子 我把它倒滿應該就差不多30克 摩 這太好了 太喜歡了 很順耶 我覺得它那個 我覺得它切削很 很俐落 非常 我看一下 換個水 一樣 唉唷 唉唷 好了 摸出來還是這樣 哦對 這個手沖斧啊 第二波 已經可以開始預購 但是要等兩個半月 不願意等的就算了 好不好 哦 然後第二波做的呢 虎記的LOGO會在底部 我覺得啦齁 淺培肯亞可以 這麼花啦啦的就切完 應該是 沒有一套的吧 反正待會呢 我還會再做一個濃縮 哦 兩個都後半 我們再來評論它的 那個優點缺點 好不好 哦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這支 那個坑牙我剛剛用那個 Nex G 抹過 Nex G也是出名乾淨的嘛 對不對 它的相比較之下呢 我覺得手沖的味道 比Nex G 有厚度有多一些 然後 酸味很亮 有點厲害哦 淺培的畫質醬 我剛剛喝我覺得味道很不錯 但是呢 它的細粉量是蠻多的哦 你看 像泥狀的東西比較多一點 而且我不是用50 我是用68嘛 就是它手沖刻度的中間值 所以它這個刀盤呢 我猜它做義式應該會更厲害 手沖的話 也許之後我會用更大的刻度 可能用70以上 好 然後待會呢 來做個濃縮 好不好 濃縮 一樣 就把它倒 然後刻度是在哪裡呢 刻度它建議是 5到25 我們用15 把它倒進去 濃縮 深焙的抹起來 看感覺怎樣 哎唷呀 哈哈哈哈 哇 太滑順了 非常非常滑順 然後它的刀盤是48的 所以它效率其實 我覺得也相當不錯 我現在也有機會 1,2,2 3,2,5 3,3,3 2 3,4,3 4,3 4,4,4 4,4,4 5,4,5 1,2,4 6,4,4 4,7,4 5,4 4,5,1,4 好!好!很好! 好!來整體討論一下它到底優缺點如何 好不好!濃縮表現很好!做成拿鐵也很好! 然後呢!這邊呢!殘粉比較多一點 好!來分析一下它到底優缺點如何 第一點!外觀非常厲害 材料各方面我覺得想法都非常好 很多細節需要你入手之後才能好好的體會 我覺得做工非常的細、非常的精涼 再來一個優點 我覺得它濃縮的味道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又乾淨又有力量做成拿鐵!我剛剛喝了非常好 做手沖的話呢!我覺得剛剛我們試淺焙的我覺得還不錯 只是說它的細粉量是比較多一點 做手沖如果你喜歡那個味道比較扎實的 那這一支不錯 那你如果喜歡味道很乾淨那種 那可能要選西四針之類的 它的表現其實是比較酸、比較亮 然後Body又厚 因為它細粉量比較多一點 研磨上的手感很高分數了 90分絕對有!乾脆利落 然後又可以調整那個利弊長度嘛 要長、要短 然後而且它鎖定的時候它是用一個滾珠結構 讓你去完全對應到它的那個點 然後尺寸不大 但是豆苍剛好放30克可以 再來呢 雖然它重量比KINU CLASSIC 大概輕兩三百克 但是因為它小 結構很扎實 所以會覺得比較重的感覺 因為這一段如果長一點 可能握起來更好握一點 還有一個缺點 比較不好拆 今天效應其實每一支都會有 然後這一支呢 有一些刷一刷就可以蠻乾淨的 然後呢 這一支呢 我應該會跟大家討論 我們進台灣之後 大概怎麼銷售 然後呢 這個價位大概落在 一萬一、一萬二左右 好!今天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我沒有講到的 在下面留言討論好不好 然後這個 有機會我們辦個那個 手磨大亂鬥第三屆的時候 再一次通通解答 好嗎? 今天開箱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怎樣 訂閱、按讚、分享 好!下次見 掰掰 啊! 好! entin